嗨大家好我是劉奶爸 這位是Debbie 哈囉大家好我是Debbie 這位是劉奶爸 嗨Debbie 哈囉奶爸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你們的服務 就我們的平台叫做鳳梨菜 然後這是我們最近自己做的馬克杯 對還蠻可愛的吧 那大家猜一下為什麼叫鳳梨菜 嗯不知道耶 不知道也沒關係 那猜一下我們的吉祥物是什麼 就是小兔兔不是嗎 不是小兔兔是鳳梨 是鳳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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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諧音嘛 鳳梨菜鳳梨鳳梨 對旺旺旺的概念 那我們是一個財商平台 我們是有提供很多的一些 學習這個投資的一些課程還有講座 然後像包含說股票啊 權證啊房地產啊個人資產的 諮詢規劃都有 那有線上的課程還有實體的課程 哇聽起來蠻豐富的耶 你在招生的過程之中 用了哪些網路行銷的方法呢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網路行銷的部分 其實最早呢真的都是 奶爸就是我們的奇萌老師 真的嗎 對真的真的 從一開始的Wiberly的銷售業的製作 然後影片的編輯 還有這個線上的課程錄影 對然後到整個名單收集業 還有LIOT的建置 對我們都有在做操作 還有Facebook 哇那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以前是什麼樣的工作經理啊 我以前大部分工作都是做業務 然後還有自己做一些商品的買賣生意這樣子 所以你覺得以前的業務工作跟商品買賣的工作 對你現在的行銷有幫助嗎 我覺得有非常大的幫助耶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開始接觸到這個懶人包的課程 線上懶人包的課程就發現 如果我們有原本的這個銷售還有業務的能力 我們只是把實體的一個跟客戶的對話 把它搬到網路上去做行銷 我覺得會對你的生意算是如虎添翼很加分 不管你是用行銷的方式還是用業務的方式 其實就是要去了解我們自己的像我們現在的工具 投資理財的一些學員知道他們需要什麼 因為像當初我們自己在創建這個公理財平台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自己在學習投資理財上面 覺得很幸福很困難 因為覺得很多的工具很複雜 然後也很堅塞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重新跟很多的這個業界很知名 還有就是非常優秀的老師去重新討論跟包裝課程 然後用多管道的方式去做教育跟學習 那希望說讓大家在學習上面是比較開心的 然後也比較有效度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幫助非常非常的大 嗨大家好我是劉軟爸這位是Devi 哈囉大家好我是Devi這位是劉軟爸 剛才已經跟大家跟Devi聊過天了 然後大家也看到Devi的經歷 那Devi以前是做過業務的背景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以有業務背景來講的話 那我直接問你一個問題好了 就是假設說你今天一直去研究很多網路行銷工具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一直去研究怎麼樣把品牌做好 你覺得當然這兩個都很重要 但是你覺得哪一個可以比較長久能夠幫助你的事業 品牌經營 品牌經營 只要是做過業務的人其實都有這個sense 其實品牌經營是更重要的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你覺得品牌經營比較重要 因為現在網路行銷最大的優點就是 可以大量的曝光資訊很發達 但最大的缺點也是資訊太發達 變成我們的粉絲的管道跟選擇很多 所以在這個大海勞針上面 網路行銷它是我們一個幫助業務快速找客人的利器 但同時你也要快速去建立就是說 我們在客人心中的權威地位 他才會記得你 對 這個就是品牌 品牌有分個人品牌或是公司品牌 但是無論如何 你要在客戶的心目中達成一個專家地位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舉實際的案例 就是從今年是2017年 從2017年4月之後 很多客戶都在反映Facebook廣告越來越貴 而且效益越來越差 所以這代表什麼呢? 因為只要一個平台可以做廣告 而且這件事情讓很多人知道之後 它的效益就會開始遞減 LineAd也一樣 現在大家都用Line 然後從2015年LineAd剛開始啟用的時候 其實很少人知道 所以商家用LineAd的效果其實是非常好 可是兩年多之後 現在用LineAd的人是不是非常多? 對非常多 非常多 每一個公司 每一個店家 甚至小吃貪 甚至個人都會成立LineAd的帳號 所以你會發現 每一個人的LineAd都收不完訊息對不對? 訊息都在爆炸 所以消費者他今天 如果他不記得你的話 你只是純粹靠這些科技工具去通知對方 像上部訊息 買臉書廣告 發來的訊息 這些是觸及客戶 其實他的觸及率會越來越低 會越來越低 因為太多人使用了 但是如果你的品牌知名度高的話 就好像你看Sony啊 這種大公司啊 那大家其實要買電子商品的時候 或是像我們要買DV 要買攝影機 我們第一個品牌想到的是 啊!Sony 聽說這個品牌非常好 大家口碑都說很好 這個就是品牌效益 所以其實DV也當過業務 所以你也知道 品牌效益其實是 我們做行銷的根本 對不對? 所以期待你們這個 來再講一次你們的品牌是什麼? 我們是瘋理財 我們還有一個slogan 叫做投資理財好好玩 累積財富真簡單 那請大家今天不是掃描 流奶爸的QR Code 今天掃描我們瘋理財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LineAd 可以得到更多免費的資訊 還有更多免費的課程喔 好不錯 再講一次你們slogan大聲一點好不好? 投資理財好好玩 累積財富真簡單 投資理財好好玩 累積財富真簡單 OK好 那今天很感謝DV接受我們的採訪 謝謝 謝謝奶爸 掰掰 下次見